搞到要偷渡去台灣 結果被拘捕、被拘捕 其實一方面是他們的知識結果 另外過去的教育裏面 違法達以違論 已經污染了我們的業界這麼長一段時間 年輕人一向都是有前無後的 他們都是不顧後果的 但當你整年人、社會資源人士都不停在鼓勵他們 這應該只會令他們更加失足 特別是戴月明這種遺憾甚大 我想他所謂違法達義 違法是變成一種比違法是一個正當性 變成年輕人覺得結無忌憚 反面都在這裡 畢竟犯罪的是他們 到最後受到法律制裁的就是他們 對年輕人來說有一個可悲 就是背後去慫恿他們 支持他們 疏擺他們那些都是很可恥的 社會是有責任 但是自己 尤其是作為一個成年人 自己也是有自己應付的責任 不單只是暴力行為 而且以暴力為榮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錯的 他覺得自己是對的 他覺得自己是合乎正義 合乎公義的 我就可以去做的了 這個歪論可以說已經是中毒好心了 越來越多人都認清了這些歪論 其實是犧牲了我們的未來 犧牲了我們的青年人而已 己所不容物施於人 你想不想自己的子女 被人拿來做炮灰 投入到這些違法和暴力的行動之中